大家好 欢迎回到文昭谈古论今 今天是1月22号星期五 按惯例应该祝大家周末愉快 是吧 但是很抱歉 今天要讲一个让人非常心堵的故事 其实这个世界每天惨事都已经够多了 发生在世界不同角落 但是这个故事我相信朋友们听了以后 还是会很受冲击的 因为它揭示了人们头脑当中 主要是华人观众头脑当中 所认为的那个真实世界和真实的真实世界之间的差距 这种差距往往会大到让我们心惊 让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程度 这个事情是在一些网站上被写成标题 叫做B站最惨up主被活活饿死 可能有一些中国大陆以外的观众朋友 不太熟悉这些说法 B站就是指那个哔哩哔哩 是中国年轻人剧集比较多的 人气很旺的视频分享平台 所谓up主呢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视频博客作者 类似于在YouTube上的YouTubers 那故事的主角呢 就是这么一位网名叫做墨茶的视频博客作者 最近他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虽然那个标题当中说他活活被饿死 稍显夸张一点 但其实也很接近 就是他是在重病贫穷和严重的营养不良当中死去的 说到这儿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啊 差不多去年这个时候也发生了一件同样的故事 就是那位贫穷的女大学生吴花燕 看来不管中国宣布脱贫取得了多大的成效 有多么显著的经济成就 这一类故事从来就没有远离我们 吴花燕呢 他是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 造成器官功能衰竭等等并发症去世的 而墨茶呢 跟他的故事看起来很类似 似乎是同样的故事回归了 其实呢 还多了一些元素 首先就是因为墨茶是视频博客作者这样一个职业 尽管说大家都知道啊 在这个网络视频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之下 视频博客作者绝大部分都是默默无闻的 流量呢 主要集中在少数头部作者身上 剩下的99.9%的视频作者分道的流量都很少 基本上都是处于被埋没的状态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你是互联网行业从业者嘛 是互联网行业的内容创作者 是一个时髦的职业 把这个从业身份和埃塞俄比亚 基民的遭遇联系在一起 还是太穿越了 我相信对很多朋友来讲呢 还是冲击太大 其实呢 墨茶的遭遇比吴花燕更加悲惨一些 吴花燕好歹最后是得到了曝光嘛 得到了媒体的关注 还有很多好心人捐助他 他住进了医院 只不过呢 是因为长期这个营养不良身体的损害 无法挽回去世了 而墨茶呢 连这人生最后片刻的温馨都没有享受到 就孤独了离开了人世 他比吴花燕更惨 这位墨茶是一个网名 他的真实姓名和他的个人信息现在还不完整 B站在1月22号是发了个通告 号召了解他生前情况的网友 给B站提供线索 根据他本人生前所发布的贴文动态 还有呢就是网友的披露 现在堆砌起来的故事轮廓呢 还比较模糊 只是有一个大概 这位up主非常年轻 本来是在上高中有机会考大学 后来音频辍学 身体又不好 干不了太重的体力活 去打工呢 又碰上了黑心公司 最后没办法了 是在朋友的帮助下 买了一台旧电脑 还有一些最便宜的设备 就在B站上开频道做视频 希望借此谋生 其实在他生前啊 他那个频道的关注非常非常少 大概也就几百吧 不满千 在中国好几亿网民这个汪洋大海里面 那确实是可以忽略不计 最近两天呢 是他的这个频道关注数暴增 已经达到十几万了 那是人们知道他遭遇以后才来关注的 看起来他的年纪很小 有没有满20岁还不太清楚 有可能都没满20岁 他是去年五四青年节 B站推出的那个视频 后浪所说的后浪当中的一员 是这个浪花里的一粒小水滴 但是呢是集万千苦难余一身的小水滴 他出生和生活的地方呢 是在大梁山深处 是中国最贫困的地方之一 是四川省西昌市张木晶李家沟村 他和奶奶一起生活 他奶奶就有病 可能是因为这个病的原因导致家庭欠债 所以他父母呢就跑出去打工了 为了躲债 去哪儿了也不知道 就留下他这么一小孩和有病的老奶奶在一起生活 所以这个故事的开篇呢 就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贫困地区 人民无钱看病 还有留守儿童加留守老人的故事 在不久之前他奶奶去世了 就留下他一个人 但是也留下了一个很旧的平房 这个时候呢 他外出打工的父亲又回来了 以这个直接继承人的身份 就占据了这个平房 反而把他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墨茶播主给赶出去了 这个事儿特别令人费解 难道现在中国的事态炎良到了这个程度吗 就为了这么一点点利益 亲生儿子可以不认 先是抛弃 后来又为了抢夺财产 把亲生儿子扔出去 难道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现在很多人都在骂他父亲是禽兽父母 但是呢中国的网络传奇 经常会出现剧情反转的情况 也许更多细节挖掘出来以后 存在别的解释 我这里呢先不忙下定论 墨茶搬出去之后呢 就到了一个很破旧的出租屋 开始了他的B站up主生涯 他在B站总共出现的时间呢 不到一年 也就发了28段视频 也是在他做up主时间不久以后 就有一天他突然觉得鼻子很堵 一检查呢是发现 这个鼻腔里面长了肿瘤 已经到影响呼吸顺畅的程度了 但是他非常的穷困 平常都是以泡面为主食的 就那个煮面的锅子 都是仅仅花20块钱买的便宜货 他买了那个锅子之后呢 还专门拍了一张照片发到网上 说希望这回这个锅子能用得久一点 就穷到这种程度 那当然无前一致了 刚开始就拖着 但是这个肿瘤长得很快 它就压迫到视神经 甚至剪视频的时候都出现了重影 就没办法再拖 只好去做了手术 估计呢也是在朋友的帮助之下 才筹到钱的 本来呢在中国也是存在着 为那些贫困的重病患者 做众筹的网站 但是需要你先证明自己得了这个病 同时呢没有经济来源嘛 可是这个墨茶 他就穷到了连做这个认证的钱 都拿不出来的程度 那个鼻腔肿瘤的切除手术 看起来比较成功 可是呢在治疗的过程中 又发现他患有糖尿病 这也是让人很无语的事 因为一般糖尿病被认为是富贵病 是你摄入糖分过多造成的 可是墨茶呢又非常的穷 大概的成因呢 是他长期食物结构单一造成的 就以淀粉类的食物为主 顿顿都是方便面 馒头啥的 这个面粉呢就转化成麦芽糖 太多了导致的 从医院的出院证明来看啊 他那个鼻腔肿瘤切除手术 写的是治愈 是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要了他的命 叫做酮症酸中毒 有医生在他那个频道的动态里面 留言解释 就说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因为糖尿病的人 他身体糖分的代谢异常 他就老处于饥饿状态 他就老要吃东西 老是觉着饿 所以糖尿病在中医当中 被称之为消渴 而墨茶呢又非常的贫穷 他买不起太多的食物 他身体里面没有能量 又饿了怎么办呢 就燃烧脂肪来补充 于是就产生了酮这种物质 这种物质它产生的速度超过了代谢的速度以后 就会造成中毒的现象 所以墨茶它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贫穷 在他去世之前 是受到了很严重的饥饿折磨 大家可以想想那种感受 他虽然不是直接被饿死的 但是很接近 从他留下的那个账单来看 他买药都是按片来买的 就一片药一块多人民币 就贫困到这种程度 这个故事讲起来之所以非常让人心碎 很多网友说突破了心房心理防线 那是因为你看他在那个社区动态发的帖子 你一路看起来这半年多 他所走过的路 你会发现他非常的平静 话很少 基本上每一个帖子 就是在讲述事实的直言片语 他不会写很多抒发感情的话 偶尔用几幅这个表情图画 比如他在住院之前所发的帖子 就这么一句话 住院了 不知什么时候动手术 希望人没事 在去年12月17号 他拿到医院的并发症确诊书以后 又只有一句话 珍惜我为数不多的日子吧 大家听听 一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说 珍惜为数不多的日子 你作为观众是个什么感受啊 冬至节那天他发的帖子写的是 全动态都在吃饺子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在冬至吃过饺子 所以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习俗 12月29号他发的帖子是 我老想吃草莓了 就被这个病折磨的吃什么吐什么 最后特别特别想吃草莓 可惜草莓太贵了 12月31号 2020年的最后一天 他留下的最后一条动态是 然而我还在病床上躺着令人感叹 就这么一句话 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就是他留给人事的最后一条讯息 大约是在1月4号或者5号的时候 他被发现死在出租屋的房里 所以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能够体会 这种平静背后的心情 他不是那种看透生死很豁达的平静 而是对苦难已经麻木的平静 就是把苦难当成了自己生活当中 无法摆脱的一部分 那样一种平静 是绝望以后的沉默 就是说 我就这命了 又能怎么样呢 就这感受 古人有句话叫做冤沫而雷声 就是指这个世界上最响亮的声音 不是打雷 而是沉默 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墨茶博主的离世 他简短的一两句话 背后的那个沉默 大家品一品 是不是比打雷还要响亮呢 他让人们看到了 我们所以为的那个 中国繁华进步的真实 和真实的真实之间的差距 我今天做这期节目之前 上网搜了一下 如果自己开车 去成都周边的果农那里 去采摘水果的话 草莓的价格呢 是60多块钱到70块钱人民币一斤 那么对于买糖药并常用药的墨茶来说 就是一片不到两块钱人民币的药 都要论片来买 他想吃草莓 这确实对他来讲 就是非常奢侈的一个愿望了 2019年底呢 那个国务院的扶贫办 宣布这个脱贫率达到了95% 大家看马上就出来一个无花宴 在去年宣布全面脱贫目标已经达成以后 就包括大梁山在去年也脱贫了 马上又出来一个up主墨茶 有一位网友的留言 我觉得说得很好 他说你以为就这一个墨茶吗 其实像他这样的人很多 只不过不一定在B站上做up主 也不一定在适当的时机被大家关注到了 咱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 批判了美国的那个众议员AOC 所提出的社会主义主张说要取消大学学费啊 全民免费医疗啊 以至于有一些朋友他还有点迷惑 难道美国人民没有免费医疗吗 美国人民都得看病掏钱 像中国人民一样吗 其实还不是这么回事 在美国也有福利性的医疗 只不过福利是管两头 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 另一头就是低收入者 针对65岁以上的老人 美国联邦有红蓝卡 州一级有白卡 针对低收入者的医疗补助呢 主要是州一级来出钱 联邦的资金占较小一部分 说国家不管的 必须得自己去买医疗保险的 是你没有到65岁 又没有严重的残疾和长期病 同时呢你又有财产收入比较稳定的这伙人 他们确实国家不管 所谓美国人民国家不管看不起病啊 是有一部分人故意歪曲所制造的一个错误理解 像墨茶这样的人呢他绝对是属于低收入者嘛 所以在美国他肯定是属于医疗救助的人群 他那个鼻腔肿瘤啊 并不是致命的 糖尿病和并发症 在正常的医疗条件下的死亡率也是很低的 况且他的糖尿病是长期食物结构单一造成的 他很年轻嘛 他那个病理基础并不强 老实说他那个病只要有一个过得去的医疗条件 病情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 甚至治愈的可能性都很大 可是在很多人所说的 此生不悔入华夏这么一个强大国家里 他却没有这个命 在2018年的时候 我有一期节目 谈滴滴网约车司机杀害乘客这个案件的时候 我就提到了一个观点 叫做贫不可怕穷可怕 这个观点看来还不断的需要重复 贫和穷在现代汉语里面是一个意思 但是在古代文言文当中不是一个意思 贫是指物质匮乏 确实是没钱 穷呢是既指物质也指精神匮乏 穷的重点是说没有出路 没有希望 所以有成语叫做穷图末路日暮图穷 对吧 它不会叫贫图末路日暮图贫 穷呢是窘困没有出路 墨查就是这么一个百分百亿以上的穷人 不仅没有钱而且很绝望 这其实呢就是我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和不少网友的一个分歧 因为有些网友呢从他身上还是看到了自强不息 你看人家这么困窘也不卖惨 还在每天很认真的做视频 怀抱着希望天天向上 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红 还是体现出了正能量啊 当然我也不反对有些朋友做这方面的解读 但是我的看法呢是 这是人没有希望以后的无奈 不做这个又能做什么呢 几百粉丝 你在那个B站的汪洋大海里面带不来任何的经济收益 可是你不拿这个事情填满自己的时间 你这一天又怎么过呢 其实是这样一种心情 其实怀揣着真正希望的人生啊 它应该是有多种选择的 不是那种就一棵树上吊死 好像没别的出路这种状态 老实说啊 中国的情况呢可能我了解的少一些 在YouTube上啊 近期加入的大部分视频博主啊 我其实是劝退的 就是您要有别的出路就别入这一行 因为现在这个产业环境啊 早就过了小米加步枪 个体户就能够窜红的自媒体时代了 产业环境基本上是一两年就一轮大起牌 大家现在所说的自媒体产业 它哪里还是什么自媒体啊 大家看到的那些自媒体大牌 背后都是有团队甚至有公司运作的 是专业分工的 都不是你专注有才能就能做出来的 也许呢你是有才能 甚至呢你还有一点这个起步的资金 买好的设备做好的布景 但是如果没有能够把行业研究透的高手带你玩 老实说你现在都很难做出来 我呢算是开始的比较早 现在还在苟延残喘吃点老本 这个事情呢不占用今天的时间 我以后专门做影片和大家解释啊 墨茶其实也是这么一个起步吉低 差不多也算是在自媒体里输在起跑线上的 这么一个创业者 它是个什么现象的折射呢 其实它是中国的青年事业 没有出路又没有希望的这个现实的折射 这个世界上是有贫而不穷的人 比如说小国不丹 它只有75万人口 物质条件确实相当不富裕 但是呢全民笃信佛教 安于今生 祈祷来世 人民互助有爱 所以呢人们是充满了满足和希望 对来世有希望啊 所以它是一个幸福指数很高的国家 这个世界也有不贫但穷的人 比如北欧很多国家的自杀率相当高 这些国家社会的物质繁荣程度 可以完全根除绝对贫困状态 就是什么乞讨要饭这种事情 它完全可以消除 但是呢很多人生活得很郁闷 陷入沉沦的状态 这叫不贫但穷 它没有希望 绝对没有出路 但是也有既贫且穷的情况 就是像在中国墨茶为代表的这一群人 那大家觉得这个群体是在一天一天扩大呢 还是一天一天缩小呢 最近呢有中国的多个网友爆坐标 介绍本地的物价 也希望我来谈一谈这个话题 因为这个民生话题呢 是我这个频道当中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话题 只不过前两个月谈美国总统大选就说的少了 在武汉农贸市场的青椒已经卖到了10块钱人民币一斤 小葱呢10多块钱一斤 还有朋友告诉我在重庆的算台呀 卖到了40多块人民币一斤 要知道在去年的同一时刻青椒的批发价也就是在4块钱左右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经过一年的疫情 经济和民生受到了多大影响 大家就别去看那个国家统计局的什么经济又正增长的数字了啊 说什么在疫情当中中国是唯一实现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国家啊 那个和你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啊 你就看看你兜里有多少钱去菜市场 你看看你能够买多少东西回来就行了 在这个疫情一年之后啊 失业率升高还在职的员工呢很多也减薪 或者说是加班变相减薪 996越来越普遍了 现在又物价高涨 那我不知道多少人心中还充满了希望的火花 贫而不穷像不丹那种情况是天下可安的 不贫但穷会有很大问题 就是实际上虽然物质富足 但是人们生活的不开心嘛 这个社会有暗伤有内出血 那既贫且穷 那大家想想这个国家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啊 脱贫不脱穷到头一场空 最后脱贫也只能靠吹 你给农户发牛发羊 他暂时的物质匮乏是解决了 但是在社会当中没有他的出路啊 他看不到希望啊 他把那个牛羊吃了享受一食就完了 他又回到贫穷了 就算他能够做点什么畜牧养殖业 但是他没牛的时候是社会底层 有了牛他还是底层 他什么安全感都没有 谁都可以压迫他 谁都可以剥夺他 谁都可以把自己的损失转嫁到这样的人头上 请问他能够脱贫吗 回头一个风吹草动 他仍然会回到贫困 真正的社会变革得是脱穷的革命 还不仅仅是脱贫的革命 不要让人们日暮图穷 穷图末路 得让人们心中充满希望 他就要求这个社会公平清廉 所有人的那个最终的尊严底线 得到无差别的保障 既能够得到社会的公平对待 同时呢也能够得到穷困时候的救助 像吴花燕像墨茶这样的人出现 不仅是在打习近平说的什么脱贫的脸 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耻辱 但除非每个人都意识到 这是全社会支持并且有所行动之前 吴花燕墨茶都不会是最后一个 不知道这个小up主墨茶 有没有让习总书记有被破防的感觉呢 突破心理防线 也许有 但是他要加强的防线 也许是这种消息以后也不能传出来 得加强互联网的信息管控 不能够给伟大的脱贫事业抹黑 很抱歉 在周末给大家讲了一个很沉重的故事 明天星期六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昭.ca上 是硅谷隐工访谈胡平先生关于美国大选的内容 胡平先生是八九年那一辈来到美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了 大多数观点应该说胡平先生和我是很接近的 我们都比较接近于保守主义的主张 对于什么大福利这个政府干预市场 这些事情都是不待见的 胡平先生对于什么收割选票这类事情也不赞同 但是他就是对那个舞弊之说持怀疑态度 我们谈美国大选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也应该有一些多元的观点存在 所以把这个内容就放在星期六的会员网站 胡平先生在很多事情上都有深入的见解 也欢迎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加入会员 今天咱们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在YouTube上咱们下个星期一再见